停車場排水管線破裂 地面滿是積水泡沫 25號上午北市第二殯儀館 停車場出現淹水 殯葬處解釋是B2停車場 消防灑水系統 開關不小心被廠部業者給啟動 積水透過尚未修繕好的 破裂排水管線 一路往下層流 花了兩小時才完成清理作業 但民眾抱怨 停車場才剛剛啟用滿半年 卻狀況一堆 第二殯儀館你可以看到 都有這樣子紅綠燈 在這邊攔截車流 但是你可以看到 出入口處這邊 有很多的車輛 其實都是在這邊停等 那有民眾抱怨 尤其是下雨天的時候 停等時間拉長 在斜坡處等待 其實相當危險 覺得上面不應該設紅綠燈吧 全部卡在走道 而且很危險 開車道太窄 應該要再寬一點 滿不方便的 因為就卡在車道 車道口上來 停等紅燈長長大塞車 車道設計還狹窄右彎曲 實際實測停車場開出來 S型車道相當考驗開車技巧 如果又碰上塞車 走走停停實在不便 減緩它的整個坡的斜度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S型 然後中間有一個平坦 比較平坦的部分 去減低那個整個的坡的斜度 並藏處強調 停車場設計 都有符合中央法規 但塞車問題不解決 未來一兵服務量能 轉到二兵之後 塞車恐怕會更加嚴重 三線新聞蔡宇智 下方民台北採訪報導 中間卷 絕對 換成